大家好我是Fiona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教你如何从TD转账到嘉信证券 首先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转账的一些相关须知 首先呢TD跟嘉信啊他们的股票跟现金都是可以互相来去做转让的 那都不需要手续费哦 因为嘉信已经把TD给并购了 所以他们都可以互转然后不需要手续费 那接下来呢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转账啦 因为你之后都会变成是同一家 那为什么今天会特别录这支影片呢 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因为我前阵子有录了嘉信的开户教学 那我在录嘉信开户教学的时候呢我有去跟客服联络 那客服他是这么说的 只要呢你本身你是TD的用户 那你如果来开嘉信证券 那因为我们之后TD都会是转到嘉信嘛 所以你是不需要两万五千美元的这个入金门槛哦 那我这时候就问他啦 那我可不可以申请呢就是我相信 各位观众朋友都很想要了他们的Visa卡片 这时候嘉信的客服啊他跟我说如果呢你有先开了嘉信 那你本身有TD 只要呢你从TD转账一百美元过去 听清楚哦只要一百美元过去哦 他说转账一百美元就可以申请卡片了 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消息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就特地录了今天这支影片 就是要告诉各位同学这个好消息 那我不知道呢就是看完这支影片之后 会不会有一波嘉信的开户潮呢 也许会有哦 但是这里告诉大家你必须要先有TD的账号 你才可以这么做 OK那你本身如果你没有TD 你是直接来去做嘉信开户的话 是有两万五千美元的入金门槛的哦 好那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申请嘉信的Visa卡 就是我们最少最少要从TD转一百美元过去 因为呢你只要从TD转一百美元过去 他就会知道说你啊你本身已经是TD的用户了 好那所以呢如果你本身你已经有在TD开户了 当然就不会有这两万五千美元的入金限制 好那如果我们是要从TD转账到嘉信 记得我们是要去嘉信的后台操作 好那我们这里呢也提供给大家 就是嘉信的中文免费客服电话 还有TD的中文免费客服电话 那这两只客服电话呢 我也会放在影片底下说明栏的位置 如果呢你们实际在做一些转账 或者是说呢在后台操作有什么问题呢 也不用客气 你们都可以打电话去询问他们的客服哦 他们的客服人也都很好都很热心 帮助大家回答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会帮大家整理一些 你转账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网址 包含了TD的登录网址还有嘉信的登录网址 那这些呢登录网址我也会放在影片底下 说明栏的地方给大家 好那因为呢我们要先进去后台 来去做资料的查询 所以呢TD的登录网址呢就是在这边 那我们呢点了网址进去之后 我们这里就是要输要输入你的用户名以及密码 输入完之后我们就按登录 按了登录之后我们就会来到TD的后台了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客户服务再点击个人信息的这个地方 好点进去之后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查一下我们的账户类型 因为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在嘉信后台的时候会需要选择的好 账户类型还有你的账户9码资料 这两个要记得要记下来 好这里呢资料查完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登录到嘉信后台啦 好所以就用到我刚提供给大家的嘉信证券的登录网址 这里一样输入你的账号跟密码之后我们就按登录吧 好按了登录之后呢 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来教大家怎么来去做转账 首先呢我们进到后台之后我们要先选择资金转移 接下来呢我们再按转移账户 好按了转移账户之后呢你会来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我们就往下滑 好往下滑之后呢这个地方呢 它会有非常多不同的券商 我们这里呢要选择TD因为我们是要从TD转账过来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选TD好选了TD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会要你输入呢你的账户九码 还有呢就是你的账户类型 那相信我们刚刚进入到TD后台 应该大家都知道你的账户类型跟你的账户的九码号码是什么了吧 那通常呢我们一般国际用户 这个地方呢就大家都是选这个individuall 好然后呢这里输入你自己的TD账户九码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就是选择你要汇入的加信账号 那如果你只有一组加信账号你就是就选哪一组 那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两组的加信账号 这个地方你就要选择说你要汇进的加信账号是哪一组 然后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按Continue就选继续 好选了继续之后呢它这个地方就会要询问你说 你是整个账户都要转移过来吗 还是说你只是要部分转移 那我这里会示范给大家就是部分转移 我转100枚过来好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大家可以去做选择 然后选好之后我们就一样按Continue吧 然后接下来呢我这里我选择的是部分转移嘛 所以它这个它底下呢就会问你说呢你是要部分 你是要全部的现金转移 部分的现金转移还是说你没有要转现金 OK那我这里选择的是部分的现金转移 选第二个选项好这里你就要输入说你要转多少金额 那是你记得哦这里的金额是美元好 所以我这里举例我是100美 然后再往下部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转移股票过去 如果你要转移股票的话呢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输入呢 你要转移的股票代码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选择说你是要部分转还是全部转 因为你可能股票你可能买很多股 你可以选择说我只要转移股过去 那或者是说呢你总共有两股 你想要两股全部都转过去 好那如果呢你要转移股票的话 它这里有一个叫做add to list 你也可以呢就是按 加号然后来去做那个股票的一个添加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你 你呢要转移股票的话呢 记得你只能够转移你TD本身有的股票哦 好以我举例呢这我本身有苹果嘛 那它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就是选择说 你要修改数量还是说你要取消 好那如果这里都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就按continue就继续吧 好那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你要确认一下 你的TD跟加信的账户名称是否一样 OK因为有些人可能开户的时候 然后你的名称如果不相同的话 这个地方你选no你就要额外要输入你TD账户名称 那如果呢以一般人而言 如果你都是用护照去做开户的话 你应该名称会是一样的那这里就是选yes 好然后呢这里就是依照你个人名称是一样 还是说是不一样然后去做填选 然后我们就按continue吧按继续 按了继续之后呢这个地方它会给你来去做一个确认 像我这里呢就是我转100美过去那我没有转股票 好然后这里呢都确认完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按绿色这个键 按了绿色这个键呢这个下来它会有一个对账号码 那这个对账号码呢你可以就是先把它记下来 因为接下来呢这个对账号码呢你的这一笔资金的流向就是对应这一组号码 然后再来它下面呢会有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记得我们要把文件点开 好那点开文件之后它总共会有六页 那这里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PDF档总共有六页 那这个六页文件你要确认一下你里面的资料有没有错误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你要印出来 印出来之后呢记得在第四页的地方 第四页的地方是要清签就是你要清笔签名之后要用战内性的方式就是上传给加薪证券喔 好所以记得第四页要签名好那我们资料印出来也确认完没问题也签名之后呢 这里呢它底下有提供几种可以上传文件的方式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战内性的方式 好所以我这里就会示范用战内性的方式上传给加薪 好那这里呢你点了呢就是战内性就是它最左边第一个选项之后你会来到这个画面 然后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文件要上传的地方 我们这里就是上传我们刚刚印出来签名的这份文件 好都上传完没问题之后它底下呢在message就是讯息的部分 你就用简单的英文叙述你要从td转账过去 好所以呢如果大家的那个英文程度呢就是如果英文程度好的朋友 你可以自己去做反应那如果呢你可能英文程度不是就是不是很好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依照我的来去做范例好那这里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就按stand就送出 然后送出完之后呢加薪就会收到它开始就是处理这个作业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如果你已经送出了没问题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视窗去做关闭了 好那关闭之后呢大概呢是在我提交申请的隔天我就收到了就是加薪寄给我的确认信 那这个地方呢它就会有对账号码但是对账号码就是我刚刚前面请大家帮我记录下来的对账号码 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信上也会告诉你预计转账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 好以我举例我在5月10号的时候填写完资料那我在5月11号的时候呢我就收到确认信了 那它这里告诉我呢5月17前呢我这个转账会完成 好那同时呢TD也会寄信给你喔因为我要从TD转账去嘛 所以TD也会寄信给你说欸我们有收到你这个转账的请求耶 好那它这里也会告诉你呢就是我们这边有收到了 好那接下来呢告诉大家我们呢要去TD的这个后台查账 OK那TD后台怎么查账呢? 一样我们要先登录TD网页版的后台点选我的账户再点选交易历史 然后这个底下你就可以看到呢这里有个资金流向 然后就是减100块就是说我有100块就是转出去了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进去到嘉兴的官网后台查账 你就可以看到欸我一进去我的账户就多了100块 这100块就是我从TD转过来的 所以告诉大家呢我自己来去实测很快喔两天就完成了 虽然说它说5月17前会完成但是实际两天就完成了 来告诉大家我的时程是这样子的 我5月10号的时候我填写完资料并且上传 我在5月11号的时候我就收到嘉兴的这个对账确认信 那告诉我呢5月17前会转账完成 那我在5月12号的时候我就收到了TD的通知信了耶 那这个TD的通知信其实我发现它发出的时候 TD本身就已经转出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去查账 查账的时候我去TD后台查 我发现5月12的时候我的资金就流出去了 所以在5月12的时候同时我的嘉兴就已经入账了 好所以你们发现其实呢 这个要把TD转到嘉兴呢 这个转100美过去呢它的速度非常快的 两天就可以完成啰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支影片要告诉大家如何呢 从TD转移到嘉兴证券 那看完这支影片呢你有没有希望说可以先开嘉兴证券 然后转100美过去然后申请它的VISA卡呢 如果有的话呢我也欢迎你在影片底下留言给我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拜拜